在我们的比赛,我们都是外边 总共人太专业了,所以我们跑不够他们 我第一次开始训练永久,就是2023年春天 我开始训练就是因为老师给我推荐 他就是刚刚我的肌肉比较大 所以他觉得我的能力也是比较大 我们一周三四十年,我们两次在学上训练 然后一次去检设坊,就是关联先 从各个国家的同学,比如说我是挪威的 我们也说什么俄罗斯的,土耿明斯坦的,武汉国的 在我们的比赛,我们都是外边 中国人太专业了嘛,所以我们跑不够他 开始的话,困多人没有经验 没有经验的话,那都是乱七八糟的 节奏不一样的,然后鼓手鼓的 也不稳定的,然后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做 要找到一个方法,就是提醒与协理 我们的想法要改变了 我们不要想,OK,我怎么办 我们要想,我们怎么办 我们怎么画,我们那集做什么 我有几年是无所谓的,大家都要一次进 所以我要叫我的朋友们,我的同事们怎么画 然后他们也可以帮我别的东西 在龙舟的时候,我们要做出我们 无论是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传统是不一样的 我们训练的时候,我们变成好像一个人 中国的历史是五千年龙舟的历史,已经有两千年了 中国唱的历史好在导致我觉得特别苦 这个历史特别讲的,这个文化是这么深刻的 游记 中文字幕组 中文字幕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